时代是位于东京的一个繁华商业区域 很多中国来的移民和留学生聚居在这里 这里有很多华人经营的店铺 餐馆 服务机构 甚至是日语学校 今天有街头祭神节庆活动 我们边走边聊一下留学生怎样在东京租房的话题 在东京租房一般都是通过中介来完成的 这是最常见的方法 你可以在网上或者实体店找到合适的房产中介 他们会根据你的需求 预算和条件 为你推荐合适的房源 帮你联系房东 签订合同 办理入住手续 收取一定的中介费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方便 快捡 安全 缺点是需要支付中介费 一般是一个月的房租 还有可能遇到一些不成性的中介 比如隐瞒房子的缺陷 收取额外费用等 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直接申请租房 你可以在一些专门为留学生提供租房服务的网络平台上 比如 Borderless House Sekora House Oak House 等直接浏览 预约和申请你感兴趣的房源 无需通过中介 也无需支付中介费 缺点是房源数量少 质量不可控 比如位置偏远 设施陈旧 或者隔音差 留学生也可以通过学校的服务来租房 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你可以申请学校的宿舍 或者学校推荐的房子 一般都是和其他学生合租的 价格也比较合理 还有学校的保障和服务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省心 安全 方便建立朋友圈 缺点是 房源的数量和类型有限 可能有较多的限制 比如 不能带异性入住 不能养宠物 禁止吸烟 或者有一定的归寝时间 推荐一个在网上查看房源的网站 fhome.caojp 在东京租房 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一 确定房源 选择你喜欢的房子 和中介联系 预约看房 确认房子的状况 和中介沟通 确定租金 押金 期限 和其他条款 在东京租房 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通过中介联系的 和房东直接联系租房的情况很少 二 签订合同 合同一般都是用日语写的 你需要仔细确认合同的内容 可以找一个精通日语的朋友 或者专业人士 帮你翻译或者审查合同 三 付款 你需要按照合同的约定 支付一定的费用 比如 押金 中介费 手续费 保证金 管理费 保险费等 用现金或者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 有的费用是一次性的 有的费用是每月或者每年支付的 有些费用是可以退还的 四 入住 你需要在约定的日期 搬入你租的房子 一般会由房东或者中介 给你交付钥匙 陪你检查房子的设施 签署入住确认书 你需要仔细检查房子的状况 如果有任何损坏或者缺失的地方 要及时记录并拍照 和房东或者中介沟通 避免日后产生纠纷 你还需要办理一些入住的手续 比如登记你的住址 开通水 电 气 上网等 可以向房东或者中介询问 办理这些手续的具体方法 或者参考一些网络上的指南 在东京租房 怎样找到好的中介 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推荐 这是最可靠的方法 你可以询问你的亲友 同学 同事等 看看他们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好的中介 让他们给你介绍 推荐 或者转介 这样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精力 和金钱 还有可能获得一些优惠 或者额外的服务 也可以通过查看评价 来找到好的中介 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 你可以在一些专门为留学生 提供租房信息和评价的网络平台上 比如 留学生租房网 日本租房网 日本留学生租房论坛等 浏览 搜索 和比较不同的中介的信息 选择一些评价高 口碑好 人期望的中介 另外 也可以通过考察实体店来找中介 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方法 你可以去一些你感兴趣的地区 比如池袋 新宿 色谷等 找到那些张贴了中介信息广告 或者一些有中介标牌的房子 然后进去了解一下 看看他们的态度和服务如何 选择一些给你留下好印象的中介 和他们建立合作关系 在东京租房 必须要关注一下前期费用 前期费用 一般会包括押金 礼金 中介费 手续费 保证金 管理费 以及第一个月的房租 前期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一般相当于三个月到八个月的房租 特别是其中的礼金 是赠送给房东的费用 相当于一到两个月的房租 这是在日本租房特有的习俗 在很多情况下 租客是需要先支付前期费用 然后再签租房合约的 这一点往往和在其他国家租房不同 当然也有先签租房合约再付前期费用 或者在签租房合约的同时支付前期费用的情况 留学生在东京租房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 最好提前计划做好准备 日本有很多房东是不出租房子给外国人的 所以留学生可选房源受到很大的限制 甚至有的留学生因为租房麻烦就直接买房入住 政府对于外国人购买日本房产 却是没有什么限制 目前日本的房产价格也是非常低的 性价比很高